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副社長Niki 今天要介紹的主題呢 可以說是讓大家久等了 是從年初呢 我推出了就是韓府劇的推薦 語意錯誤影片之後呢 就有很多人敲碗 社長能不能再推薦一些 歐巴的甜蜜短劇給我們 所以今天呢 從粉的社長就來再次推薦一下 就是 那近年來呢 BL 輔劇在韓國的發展可以說是有 那畢竟呢 以韓國現在這個環境跟社會結構來說 對於同志的包容接受度來講 還是相對於 但這個現象呢 從這幾年開始 就是韓國也有漸漸的在些微的轉變當中 但是近期呢就誕生了一部 就是 這個綜藝節目呢 台灣翻譯成 我們結婚好嗎 那目前呢也已經在7月8號正式的播出了 出招到小豆腐呢 有沒有也在追這檔中藝的 那說回來韓服劇的演變歷史呢 從2020開始誕生首部的BL韓劇 在你視線停留的地方 到2021年To My Star 至我的心星 還有今年呢爆紅初圈的語意錯誤 都是非常高人氣的韓服劇 之前呢我的頻道就有推出過 至我的心星還有語意錯誤這兩部的作品影片介紹 那如果有興趣的小豆腐也可以分別的看一下這兩支影片囉 今天社長也另外整理出三部 就是推推的BL韓劇 那如果也是喜歡韓服的小豆腐 那就記得去看下去吧 那在開始介紹作品之前呢 也不要忘了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裡呢都會分享生活日常課CP的大小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部要介紹的呢 也就是今年年初推出的吸血鬼題材作品 想咬一口的嘴唇 於2022年2月3號在Bilibili上首播 每集呢大概只有10分鐘左右 一共8集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短小的一部劇 但是在介紹到這部作品之前呢 要先給大家一個排列預警 因為他這部作品呢 是BE結尾的 現在大家先不要轉台 雖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不大看BE的人啦 但我自己覺得呢這部作品還是有蠻多可以可看的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劇情故事內容講述 本身擁有長生不老體質的吸血鬼俊浩 因為曾經在10年前親手殺死了一個人類 而受到吸血鬼的懲罰 變成只剩下10年的壽命 而拯救他唯一的方法 正是要找到世界上唯一一個純血人類 並且讓對方愛上自己 然後喝下他的血 那也就在第九年的某日呢 俊浩在大學的樓梯間呢 遇到一個純真小白兔大學生敏仙 那俊浩吸血鬼呢 就直覺的立刻發現了 沒錯這個人呢 就是純正血統的命定之人 於是呢 並想方設法接近對方完成目的 卻又在這個過程中呢 愛上對方 最終呢 兩人互相的告白 但是俊浩呢 卻因為不想要傷害對方而下不了手 最後呢 就灰飛煙滅了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幾個點 就是為什麼明明是BE 卻也還是蠻推薦大家去看看的 第一就是他的篇幅呢 雖然短小 但是劇情呢 非常的完整 因為這部劇呢 總共時長才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但是故事的結構呢 很完整設定也很鮮明 算是在有限的篇幅當中呢 可以把角色背景呈現得非常的清楚 直接呢 以吸血鬼命中注定之人呢 來推進這個感情線 第二呢 就是導演拍攝的手法相當很唯美 不管是吸血鬼的掙扎鏡頭 或是夜晚下的燈光都非常好看 那另外最後也要提一下的就是 飾演俊浩這位演員就是金智雄 他真的是完全就是吸血鬼真人的人設吧 我覺得劇組呢可以找到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不論是皮膚白皙或是個性來講的話 我覺得都非常的吻合 而且後來呢去查資料才發現原來他在拍攝這部作品之前 也已經有拍攝過就是吸血鬼題材的作品了 所以呢就是天生下來非常適合演吸血鬼的人類吧 如果呢你們也不排斥B1 然後或是也喜歡吸血鬼題材的話 都可以去看看這部作品囉 再來第二部要推薦的呢 也就是非常著名並且剛推出第二季的 就是Color Rush 這部呢第一季是在2020年的12月30號播出的 每集總共15分鐘 一共呢有兩季16集 是原著小說呢翻拍的韓府劇 雖然呢在第二季的時候小公呢中間有換腳 但是還是一樣帥啊 就是怕有些人不能接受 所以先提前排了一下 那社長呢也大概先講一下這部作品的世界觀 Mono呢是指神經全色瞞患者 這一類人呢所看見的世界都是灰色的 那命定之人呢就是能讓Mono看見色彩的人 而崔岩宇呢正是一位Mono 然而他們呢遇到命定之人的時候呢 就會刺激到大腦產生一個叫做Color Rush的現象 讓他們呢就可以瞬間的看到世界上的色彩 但民間呢卻傳出就是兩人要分離的時候呢 劇中呢言宇就為了要避免這個可怕的現象發生 所以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呢就會一直轉學 然後避免自己遇到了這個命定之人 那沒想到呢這次轉學的第一天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偶像練習生高劉漢 當劉漢摘下口罩的那一瞬間呢 言宇就產生了Color Rush的昏倒了 那接著呢就是一路的追逐戰 當附黑的劉漢知道自己呢也可以讓對方看到色彩的時候呢 就變一直很想要接近對方 就是想要欺負他 而在相處的過程中呢言宇也對於色彩越來越迷戀了 一方面呢也不想要傷害對方 一方面又不想要離開的心情 就是讓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呢產生了一些變化 雖然一定會有人覺得這個設定呢有點誇張 但是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 奇幻的那種色彩的題材 再加上這部劇的標語就是 是你帶我認識世界的色彩 不覺得很浪漫嗎 而且呢在顏值或是演技上面都十分的在線 導演呢巧妙的利用畫面的色彩 帶出兩人之間的親近還有矛盾感 但觀眾呢也可以一目的了然 就是這對CP當中的糾結還有愛意 那我自己是覺得呢 有小說為基底改編出來的劇呢 都是相對來講是比較飽滿一點的 這部劇不論是鋪長或是轉折都非常的棒 情緒的渲染力呢也很強 所以如果喜歡奇幻世界觀的設定小豆腐 就推薦去看看囉 那最後壓軸要介紹的呢 就是源自於 再來2022年2月24號首播 那也就是今年初的部分 是在Light TV也可以看得到 每集呢約20分鐘一共有8集 我相信應該有蠻多小豆腐都已經聽說過這部作品 因為原作的漫畫人氣度非常的高 是一個糖分超標的甜蟲系漢漫 劇情呢就講述了海春就是幼時的時候 因為父母酸亡 因此七歲的他呢就被媽媽的朋友收留 延幼的時候呢就跟阿姨的兒子 泰成呢許下承諾就是 不能丟下我去別的地方 卻在某次誤會之下呢 泰成就開始了對自己產生了漸行漸遠 高中的時候呢兩人意外的被分到同一個班 泰成呢出手救了被欺負的海春 兩人的關係呢也才開始漸漸的產生了變化 那當然呢這部劇是一個甜蟲劇 所以最後呢也是甜甜蜜蜜的在一起的 在這邊呢一定要說一下那個超級經典的奶油麵包文 完全是還原就是漫畫中的名場面 保證呢讓你一目笑的看完全成 兩個小仙肉的顏值呢算是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飾演泰成的江西呢本身是一個身材超好的模特 而飾演海春的玉珍旭呢則是本來就是一個演員 搭配他們兩人呢13公分的超萌身高差 老爺的心呢就瞬間快要被融化了 整部劇呢只有一個字來形容那就是甜 所以如果呢你們是血糖非常的低 想要無腦克的甜蜜CP的話呢 我覺得這部劇絕對是最值得你們大家 錄坑的作品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推薦的三部韓腐劇介紹了 那我自己覺得呢韓腐劇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特點 那就是相對於其他的BL劇來講的話 是還蠻貼近就是生活感覺的 而且加上這幾年呢 就韓腐劇也有漸漸的越來越受到府圈的關注 從拳腳開始就衝刺著各種就是韓國的歐巴跟小仙肉 還有越來越多本來大家就已經很知名的男團 或是IDOL等等的也願意投入就是開始演BL劇 我個人覺得呢也因為就是商機有漸漸的被商人秀到了 所以呢BL的韓腐劇來講的話 從以前就是短短一集只有10分鐘 到現在呢可能一集可以有20分鐘或30分鐘等等的長度 甚至呢韓國當地都有就是韓腐劇專屬的播放平台誕生 我覺得這些種種的一些因素呢 都可以讓大家就是期盼未來呢 可能韓腐劇會越來越流行 然後也越來越多作品可以推出來給大家 因為不論是韓國的BL小說 或是韓國的BL漫畫來講的話我覺得 在台灣呢也有漸漸的就是越來越多人喜歡 而且呢也有很多就是出版社有代理這樣子類型的作品 所以我自己是還滿依應期盼的囉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推薦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看了開心看了喜歡 那不知道小豆腐們最近有沒有看到一些 非常私心想要推薦我們的一些韓腐劇 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後呢也不要忘了要幫我把這部影片按個讚 然後並且呢分享給你所有喜歡看BL劇的朋友們 還有要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Nik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我們下 capturing轉ảo 小鈴鐺 鈴鐺 鈴鐺 鈴鐺